24000到底是今年的绝对高点的出现 现在的位阶到底符不符合24000点的要件 台积电到多少元 它是一个合理我们可以期待的位阶 那换句话说 只要低于这项合理价 中长期投资者还是有部件的机会 你的看法 投资者欢迎收看台股达论秀 让我们一起投资一起一遍达论 我是尤廷浩 欢迎今天我们的语谈来宾 吴小松 吴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各位投资者 大家午安 我们看到2024年 这跟台北股市波动其实也相对巨大 我觉得我们从来不会想到 在上半年有如此急的狂流 在下半年会遇到 居然有跌停板的时候 我们观察整个全球股市的概况 其实在过去两周 反而随着市场利空的 隐忧的缓步淡化 股市都进入到显出的上涨阶段 甚至我们也不能完全用反弹来做观察 因为如果观察 道琼和标普当前的现行 那一副就是要创历史新高的样子了 距离历史高点大概就2%左右 所以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审视本门的起跌 当时引领美国股市台北股市 跌到现在 或者说跌到前两个礼拜的原因 现在涨上来 它到底利空消失了没有 还是说从来利空都不是重点 从来都只是市场找一个情绪 找一个理由来下跌而已 今天来跟小松老师做一些请教 那我们先问一下 从加权指数本轮的反弹到现在 第一筹码洗干净了没有 第二台北股市拉到现在 人家说无量上涨感觉很空 可是外资的买盘又不断的进驻 那是不是搭配着联总会的降息 台币的走升 所以意味着接下来一到两个季度的行情 反而外资是有偏乐观回补的 外资今年卖超最大 已经卖到4千亿 5千亿了 那接下来您的想法 第一台北股市今年年底 如果有机会再往上推升 挑战历史新高的话 你觉得还是有散户买上去的吗 还是这一波改换外资了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一张的一个资卡里面我们有看到 其实这一波的集叠 当然就是外资把我们弄下来的 对 然后可是呢 反而外资在那一天 就是1966人那一天 外资开始隔一天出现一个买潮 就是那一天 突然一个拉长下引线的时候 那个日线 所以外资其实真的有点在 蹭我们这种减便宜 所以谍停版那天也是它 对 拉下引线那天也是它 是 对 所以这波都是靠着这个外资的手法 神奇的魔术 然后其实在这一张资卡里面我聊到就是 前一波从19600到20800点 那营造了一个气氛是内资打赢外资 一种很诡异的气氛 对 然后外资这一波前一波都不是它推的 甚至冲到2416的时候都也不是它推的 对 然后反而就是变成是 哦内资啊 投信啊什么的 我们把它一路的推上去 OK 所以从19000到20000是这样的一个位阶 至少从融资或者杠杆型 或者投机型散户 目前来看 这一波看起来是被洗掉了 被洗掉了没错 反而由外资把成本价布建在这样的一个位阶 是 所以接下来从19000到21000 22000 这个成本价 基本上就是外资短期内的防守线了 没错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下看 是 可是当时所产生的利空 尤其是国际性的利空 到现在为止消失了没有 第一个大家担心的利空就是 经济衰退的隐忧突然之间就爆发了 从非农就业数据的公布 从失业率的公布 随着通膨的下行 大家都会担忧 经济衰退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发生 而且我们都很清楚 我们肯定不是预估这个季度 下个季度会不会衰退 我们当然是预估六到九个月 股价提前反映到明年上半年 是不是会衰退 那你觉得现在的股价的上涨 它是反映着衰退担忧消失了吗 还是说现在衰退的担忧仍然存在 只是短线上的空单平仓呢 好的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像浩宁讲的 它现在有点在反映明年 因为大家对明年的景气 的确在上半年有一点保守 对 可是呢 现在短线上面 像上这一次的零售销售数据 哇 突然又一个月增一趴 而且这是超诡异的 怎么把钱值调降 调降变负0.2趴 然后月增变一趴 又整个优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就变得是 最近只是反映着说 可能联准会怎么样降息 然后整个经济的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差 但是长线一点来看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些 经济衰退的隐忧出现 所以现在是好坏参办了 对 可以这么说 然后现在大家好像有点很害怕 联准会会降息两码的一个味道很深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 最好所有的数据公布 全部符合预期就好 你高于预期 如果是经济数据高于预期 那很抱歉降息延后 低于预期很抱歉降粮 那经济要公盘了 所以现在就是最好都符合预期 但是资产波动会加大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经济衰退的确是一个隐忧 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完全的消除 但也是抑制目前市场上 仍然有部分卖亚的主因 好 那第二个利空 是关于日央的意外升息 这一波日央的意外升息 随后日央的副总裁 马上就发表了谈话 认为说接下来在市场不稳定之前 或者说在市场稳定之前 不会贸然升息 那反过来说 那是不是只要市场稳定了 它就会升息 对于股市的影响到底为何 现在这项利空因子还存在吗 其实这项利空因子 我觉得短时间还是会影响市场的 因为很明显看到它这一次又突然 本来大家预期它说不要升了 就0.1%嘛 就它突然又说我要升到0.25% 结果哇 市场一波 好像本来就已经科技股 有点在什么挥达延后 或者是等等之类 经济数据衰退等等之类 可是突然它就好像加了一个力道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是日经突然有一天 因为它日量升息意外升息 就突然就说就跌了1000多点 对 就那一天开始了 好 那第三个利空 等于说第二个利空也没消失 那第三个利空 我们讲的Breakwell GB200的出货 看起来是有点低延 可是我看各大品牌商 或者代工厂 或者ODM厂 它好像发表谈话又不太一样 像鸿海的问题就是 没延后啊 鸿海现在看起来 微软所有单都是由它来做ODM代工 可是美超围目前来看 看起来是有延后 回答自己的看法又是没延后 那现在的消息 这一项讯息 对于台厂 到底是不是一个鬼故事呢 对 我认为这个倒不见得是 因为其实Blackwell就算延后好了 就算回答自己讲没有 鸿海讲没有 可是它其实还是对高阶晶片需求 还是像它H100 H200 这一块的需求还是非常的高 所以变的是 我短时间假设好了 Gb200实在没有办法如其 然后第四季真的是量产 那至少第四季会小量产吧 第四季会小量产 然后明年第一季再正式的大量出货 那这一段时间 我们还可以利用什么H100 H200 那这样对台厂 其实还是一个蛮加分的一个部分 反正不管是H100 H200 还是Gb200都是由台厂 那看起来就是文的嘛 好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 那照你所说的 那其实现在的利多利空 根本没什么意思 那利空也没消失 那利多也不算是利多 那本轮的反弹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就是因为 情绪乖离杀够了 所以它就有一个顺势的反弹 我们到底要如何从这些讯息 来判断台股未来的走向 还是说就跟着外资做就好了 还是外资只是找一个理由 让自己有更低的成本价可以布建 现在跟着外资走才对 还是反而我们要遵循着 现在在过往 我们看断的裁军之心来做判断 现在最好的操作应该是什么方式 因为我觉得这一波 外资就像刚刚刚你讲 前一波他们根本上车 好像没有他的份 所以他有点趁这一波的连发利空的时候 来让他的成本就变得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波19,600 一路到现在的22,000多点 你就算他的中间 也是差不多21,000 所以他未来假设台股真的有第二只脚的机会打下去的话 我相信应该会是一个底底高的一个状态 会比较有机会 而且这波整个融资预额整个 就到现在还在3000以下 杀了400多亿的融资预额 那我相信其实在这么干净的融资预额之下 外资下半年加上题材 对我们的台股我觉得还蛮有机会再往上走的 OK 那如果是以台积电或者大盘的修正观察指标来做观察 就说现在从台北股市来看开始陆续收复了过去跌破的均线 那第一个观察的重点是 我们现在上方的压力区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位阶 毕竟本波涨到2万市其实量是有爆的 那这些看起来最终难免都会形成套牢卖牙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从目前的修正指标来看 我们现在手上空手的人当时自以为避开了好厉害 结果涨上来了也没有买到 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做法等第二只脚 什么样的情况才比较容易发生呢 好了 我觉得这两个指标 就是第一个就是台积电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去观察这个周线上面 外资竟然是转成卖超的话 这个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外资想要再把它又再压回来 这是第一个观察指标 那第二个我觉得有很大机会就是看VIX波动率的一个角度 台国的波动率这一波其实搭配的它要杀融资 再来波动率一过25的时候 哇整个就几乎就是崩盘式雪崩式的 哇连续的这样三天的一个击杀 就从2万就台风架那一天之后 好像整个我们台国就完全都长得不一样了 对所以第二个如果未来各位看到之后 波动率有机会修正甚至崩盘的话 只要超过25以上是上升的在25以上的话 真的就要注意 但是那个时候反而是越低的时候 恐慌气氛越上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个部件的好机会 OK所以现在不是 但是等打第二只脚 等短期波动率指数大幅上行的时候 反而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多头去是没有结束 好那回过头来看 那现在来看 2万4到底是今年的绝对高点的出现 还是说台北股市从当前的EPS 事实上我们就看台积电 现在的位阶到底符不符合 2万4千点的要件 就今年的合理位阶台股涨到多少点 台积电到多少元 它是一个合理我们可以期待的位阶 那换句话说 只要低于这项合理价 中长期投资者还是有部件的机会 你的看法 好的 就上一次我们就来达伦秀的时候 我聊到就是台积电的股价 那时候问我说 应该是多少 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估值 然后我们从股力模式推出来的话 让我嘴向 我上次就在这个里面 我就推到一个1085 结果这一次台积电的最高价就是在1080那里 对算是蛮符合的 那我想要跟大家表达的是说 我们今天的高点到底会不会超过 那其实我觉得台积电的未来 股力发放很重要 因为它现在一季是4块 那它在这次法说会也没有提到说 它要把股力调升 但是我认为只要台积电接下来 能够把股力调升4块5 甚至更高的话 那绝对对我们台股是非常非常加分 甚至有机会就新高了的一个机会 好 其实等于是它用股力的增高 来判断盈余是否 或获利是否也有所拉升 那正常的逻辑是想说 那股力发了 那不是股价就该跌了吗 但是其实它敢发股力 这代表它有更多的获利空间存在 是的 OK 那我们这样换句话说 因为1085某种程度 它是用今年EPS来进行一个合理换算 没错 你用明年的合理价就不一定是在这个价格 是的 那换句话说 只要在今年年底以前 现在这样的一个位阶 看起来 因为现在还在1000元以下 都还是有持续推升的空间的 OK 那长期投资者就可以观察了 好 那现在聊一下技术面的问题 就是虽然你刚才讲的基本面 或者国际的利空因子 好像对于长期的推升没有太大影响 可是短期这波上涨很虚 你看那么多人涨到现在还不敢进场 量缩嘛 那是说明着市场上 老实说追高意愿也不是特别强 那第一我们要如何理解市场的情绪 你觉得现在市场上情绪是偏保守 还是又开始有追加行为 那第二件事情 那我们要看到量增 才算是本部的反弹转回升嘛 要用什么样的观察指标 才能够判断多头 这样会持续的挑战新高 我觉得量能就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数值 就是5000亿 像上一次台股推升到24400多的时候 就是至少每一天动不动眼睛打开就是5000亿 剩下6000亿 可是这一波反弹没有超过5000亿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反弹 如果真的量回来了 市场气氛真的回来了 我觉得5000亿是一个指标的量 很重要 所以你说现在涨的都是虚的吗 现在涨的 因为都是外资 可是大家看到外资 这个真的还真的吗 可是你这样子是一种市场博弈 就是外资肯定也不希望太多人来参与 所以他就希望一直量缩 然后一路拉到2万5 2万6 你们再回来买我的股票就好了 可是从我们的逻辑 从技术角度逻辑 好像又必须一定要量增 要不然现在的量缩都不健康的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未来真的有回答 事实上不管涨多怎么样 总会有回答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第二只脚也可以 回调也可以 接下来的回调 是不是一定要看到量增 我们才能够确认本轮的多头文了 那另外一个反面问题就是 如果接下来的回调第二只脚 没有量增怎么办 该追吗 好 那第二只脚 我觉得一定是要怎么讲 先是你 然后你讲量增 因为这一波它就是 为什么一直大家都觉得 四座反弹四肢 然后现在来到了季线附近 大盘来到季线附近 一直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一波已经有压反压了 就是因为量缩 所以再打第二只脚的话 再上去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要温和的放量 比方说我下一次的第二只脚 然后量又突然出现了一个凹洞 大家现在凹洞量竟然是3千亿 以前是3千亿是天量 那我既然凹洞的出现的话 量能出现的话 慢慢的补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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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会是一个更扎实的第二只脚 那如果接下来回调 结果量能一样就4千亿 然后外资又给他留了一个下引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从技术线型看起来是第二只脚 但是量能根本没有补起来 这个时候你会建议持续参与市场吗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 就变成是说我们要做的策略上面 就没有办法那么的长线一点了 因为类骨轮动就会开始加快了 等于持股轮动 接下来反而要做好推荐 好那接下来回过来看 就是说我们从本轮的反弹隔绝当中 的确筹码已经算是洗的 算清干净了 我们从融资予额来看 大盘融资予额大概在3千亿以下了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向 它是不是可以奠定着 台北股市有更多推行空间 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回测 过去大盘融资予额到3千亿以下 这一段上涨大概会多久 要怎么来做观察 好了那各位在6月份 6月份其实这一波推升上来 然后推了将近快4千点左右的一个水位 其实这一波的融资予额增加了400多亿 本来才3千亿不到 然后结果没想到 推到7月17号最高 已经来到3405亿 所以这一波的确就是 哇市场超级热的气氛 把它推升上来 那现在你很明显看到就是 没有余额出现 就代表大家还是一样 就要好好看 看着看着看着 原本本来就已经有的 竟然没有被洗掉 但他也舍不得出 也舍不得去换 就变得有点这种味道 所以你说内资被洗掉 其实也就洗掉那一批 对对对 那批很短期内进场的 没错 其实这一波其实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好像也不是看到单纯的土羊对坐 没错 我们是看到内资土土自己也在对坐 没错 那最终就要来做一个判断 就是说其实你刚才已经把整个利润说得算很清楚了 第一 利多面利空面都是值得观察的 但是目前来看并没有太大改变 那真正观察的重点是乖离做了一个回调 所以情绪的确荡道的谷底 那现在就是看要补量了嘛 才有利于接下来的多头秩序推升 那我接下来问一个另外一层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都很清楚每年都会有主流的题材 像19年被动 然后到20年21年22年 有元宇宙 有电动车 有低轨卫星 其实每年的主轴航海王 差不多就会贴一个到两个左右 很少有一个行情像AI一样 从去年就一路走到今年都要年底了还没走完 那现在的问题在于 通常一个行情走那么久是正常的吗 还是接下来你认为 随着本轮的乖离回调 加上下半年很明显 终端商品带货槽要开始 你不能只靠上游端AI的资本支出 你要开始看一下手机带货槽 别电带货槽 那接下来你认为第一 主题风格才会改变吗 第二台北股市 过往来看在第四季 通常表现跟美国股市一步一步 其实表现也不会太差 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像是一些传产 或者像是银件 已经开始提前喷出 那你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值得观察 还是说就是AI 就是贴近AI 其实下半年 尤其到第四季 我觉得AI一定还是一个风潮 这是必然的 因为毕竟AI应用的领域 你包括连苹果都已经切入AI了 所以我觉得AI还是一个 会带着大家走的风筹 这个绝对不会变 因为它这个是市场的一个趋势了 那再来就是 现在看到的就是 像你讲的营件 然后甚至资产股 他们都有一波在 6月份到7月份 其实我们就是拉AI 对可是6月7月份 你会看到营件股就是休息 但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就是AI也反弹了 可是营件股它反弹的样子 走势跟6月7月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会认为说下半年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量不足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观察 类股的轮动 这个类股轮动还包括 甚至像营件都要可以纳入一个 参考的标的 这个部分 从营件股来看 其实这一波 老实说涨幅也算是蛮剧烈的 是 完全不输电子股 没错 那我们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统计 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就2024年 照小松老师的看法 今年还是有机会挑战历史新高的 是 那第二件事情 如果有挑战历史新高的话 那接下来的行情 它到底会如同2021年 那种非理性繁荣 那种量能到6千亿 7千亿 8千亿的状况出现 我们才能判断 本轮行情结束 还是说很有可能就类似于 现在这种情况 半信半疑的 每天就4千亿 5千亿稍微补个量 大家半信半疑的上去 这个多头惯性有很多种 有种是疯狂式的上涨 有一种是半信半疑式的上涨 我相信本轮的下跌以后 很多原本对于多头 长期乐观的投资人 现在都开始半信半疑了 那你认为 下半年的投资情绪会是怎么样 有没有提前要跟投资朋友 做一些观察的 这就陈总好讲了 就是的确下半年 我觉得很有机会 是那种半信半疑中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上去 假设台阶突然哪一天 说我那个鼓励发放 我要4块5了 那就整个就带出去了 对 我觉得很有机会 变成是半信半疑 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那一天就台国就上去 那再加上AI本来第四季 就会是一个风潮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最近大盘还没有回到 甚至季限之上 但是呢 其实好多的AI相关的概念股 包括机器人什么 他们通通都已经创新高了 所以说AI它某种程度 是一个大框架 但是各自内股的轮动 其实题材一直在更换 也提供投资朋友 多做些观察 当然投资朋友 更多的兴趣和想法 也可以加入 小松老师的LINE8 或者Telegram 里头除了有宏观的序型 也有微观的操作 提供给投资朋友 做更进一步的思考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也记得帮忙订阅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 台股达能秀再相见 感谢吴小松老师 感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